今年51岁的傅永顺从25岁起就开始涉猎收藏 他的藏品种类繁多,年代跨度大 迄今为止,他的藏品数量已达上万件 早年傅永顺还在专场做工时 每月会从收入中挤出一部分 用来收藏各式各样的老物件 这样滴水石穿26年的坚持 让他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岁月博物馆 毫米胶片电影放映机 70年代的黑白电视 脚踏缝纫机 手摇电话 幸福牌摩托车等等 这些老物件不仅仅是时代的记忆 更是一辈人难以忘怀的青春 虽然全家人都不支持 也不理解傅永顺对于收藏的种种投入和做法 但是这些年傅永顺一直都在自己默默坚持着 直到近两年傅永顺的家人才开始逐渐理解 支持他的这项事业 十五岁就开始收藏这些东西 从小家就失败这些外 那个时候就从这个楼家族开始了 现在楼家族的年轻人和那 就从楼家族开始慢慢收藏这些 收藏带给傅永顺乐趣的同时 也带给了他健康包容 万事想开的心态 纵然这些年在收藏这门学问里 傅永顺交过不少学费 花大价钱买到过不少的纺织品 也吃过不少的苦头 他常常会为了一件求而不得的藏品四处奔走 但是他依然没有对收藏失去信心 始终坚信这是收藏这条道路上开阔眼界 增长知识必经的过程 近年随着藏品规模不断扩大 傅永顺决定要开始筹建自己的民族博物馆 将老一辈留存下来的精神遗产和时代记忆展示出来 给后辈人留下记忆与传承的空间 现在的顿时收藏就有了一种多六百 都应用消化六百自己做 我现在把这个私人的保护官 把老二人之别的这些老二间传承下去 把老二的一些老华传承下去